Hello 大家好 欢迎再次回到 马里生亚旅游出众国的YouTube Channel 今集我们就要为大家推介 马里生亚奢华度假酒店 海岛片 第一个我们就来到 Punko Low Resort 陆中海 而这个陆中海其实不是位于Pulao Punko 而是位于Pulao Punko附近的一个私人海岛 陆中海的风景非常漂亮 有整片白沙滩 海水是清澈见底 是纤绰绿色的 而主岛附近还有很多小型的岛序 由于这个岛序是私人的海岛 岛上保留了200万年历史的热带雨林 而Punko Low Resort 就是世界十大Honeymoon的景点之一 拥有世界最Romantic的海岛的美称 已故的世界三大林高音之一Pavarotti 更加形容这里为美丽的天堂 第二我们就来到Lankawi的Data Data Lankawi 是佛洛交易次命的奢华度假盛地 被拥有1000万年历史的热带雨林包围 整个酒店的设计 主要是同自然合怀一体 Data Lankawi更加被National Geographic 集市平为全球十大海滩之一 再加上周围的松林中丰富和独有的野生栋植物 绝对是一个不生难忘的住宿体验 第三个便是宾城的Shangri Lassassayan Resort & Spa 这间度假酒店位于热带花园 拥有304间客房和套房 大家如果置身其中便可欣赏 可以供幼的海景和美丽的山景 而黑风中也结合了 传统物理和充满活力的现代风口 风格设计 为大家营造出非常欢兴的热带风情 也欢迎大家在Shangri Lassassayan Resort Yi水辽舒缓天堂开治理的健康之旅 有十亿只设计十亿水辽别墅和瑜伽館 第四个我们来到丹家楼的Taras Beach & Spa Resort 这里大家可以半岛最美的海盗之一 热龙岛欣赏自然美景 和反白色的沙滩和清澈的海水 大家也可以享受Sunbath 或者被滑艇、SUP品等飞机动的活动 或者可以进行海外探索和浴潜体验 第五个我们去到沙巴的Seapapadam Kapalai Resort 而Mapalai Island 其实是位于Seapadam Island和Marble Island之间 虽然是Kapalai是一个岛 但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岛 而是经历过八年历史参食後形成的沙洲 因此,这岛完全没有落地和天然的海滩 大家如果在大达这岛上,其实就是大达唯一的和华酒店 斯帕丹卡巴拉的木板站岛上 而最惊人的是,这几乎每个角落都可以直接跳入游泳和浮沫 而大家在木板站岛上,脚下就是畅游的海带生物 几乎和海水是无缝融合的 而在晚上的时候,大家也可以在海中央,伴随星星,海龙星和海峰里面 更多关于马尔沙牙的旅游资讯 就记得留言我们的Facebook,Instagram和YouTube更新